基督教要义每日灵修 我们所教导的教义是根据神的圣道 并且倚靠这纯正真道的权威 唯有如此才能造就兼顾敬虔之人的信心 所以我们继续以解明额要方式教导圣参的真理 圣灵亲自教导基督的身体在复活之后 不是变在各处的 并且天必留他直到世界的末了 万物复兴之时候 基督说他往父那里去 离开世界拆遣圣灵来 基督将会从天上的荣耀中再临 引进新天新地 的确圣灵的降临是基督升天的结果 基督的身体在天上不会到地上来 直到世界的末了 反对者说 他的身体会来到圣餐的饼里面与周围 是明显的谬论 除此之外 基督明确地宣告他不会一直在世上与门徒同在 门徒将会失去他们敬拜和尊荣的对象 门徒反对玛利亚将香膏交在基督身体 因为他们认为这没有意义 宁愿将香膏卖许多钱洲际穷人 也不要汪费在基督的身上 基督的答案表示他不能永远在他们当中受此尊荣 奥古斯丁也明确地教导 当基督说 你们不常有我时 他指的是他身体的同在 至于基督的全能 他的护理 他的奇妙和看不见的恩典 他赐给他门徒的应许 我就常与你们同在 直到世界的末了 马太福音28章20节 已经实现了 关于道成肉身所取的身体 即他是童真女所生 被犹太人逮捕 被钉在十字架上 从十字架上取下来 用细麻布裹好 摆在坟墓里 在复活之后彰显的身体 则是你们不常有我 为什么呢 因为就他的身体同在而言 他与门徒同在 交通有四十天之久 然后升天 门徒没有与主一起升天 是亲眼看到他升上天 他不在这里 马可福音16章6节 因他坐在父神的右边 然而基督仍与我们同在 因他全能的同在 仍未离开我们 就基督全能的同在而言 我们总是有他 但就他肉身的同在而言 你们不常有我 马太福音26章11节是事实 因为就基督复活身体的同在而言 教会只拥有四十天之久 教会现在借着信心拥有基督 然而不是凭着眼见 因为肉眼看不见他 我们在此简明指出 奥古斯丁所说的 基督在三方面与我们同在 在全能护理 以及他奇妙的恩典上 在奇妙的恩典下 包含在圣餐中 与基督身体和血的交通团契 我们必须明白 这交通团契 是借着圣灵的大能运行发生的 而不是借着那虚构的说法 基督的身体隐藏在饼杯底下 事实上主见证 他的身体是真实的 有骨有肉 可以触摸可以看见 此外离去以及升天 并不表示基督只是表面上升天而离开 乃表示他真正离开他们 有人会说 难道我们应当相信基督在天堂 一固定地方吗 我们的答复与奥古斯丁一样 这是过分好奇以及多余的问题 我们相信基督在天堂就够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